这一期我们来开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拾取系统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创建一个拾取的积累叫pickup base 我们到这个base class这里点击右键blueprint class 然后创建一个actor 我们把这个actor命名为这个 点击f2重命名为这个pickup base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pickup base之后 它这里有一个scene root 我们不需要这个scene root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加入一个component 就是加入一个study mesh 然后这个study mesh就是rendering的 就是渲染的study mesh不是这个physics的 所以点这个study mesh 然后把它名字改成item 这个就是用来放我们这个拾取物品的模型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到这个scene root上面 然后scene root就会自己消失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在这个下面在这个item下面加入一个severecollection 球形碰撞 就是用来检测它有没有跟一些角色啊 或者说我们的就是跟我们的角色overlap就是互相有交 然后啊就是碰有没有碰到我们的角色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item这里 我们要试一下这些item的一些啊碰撞的情况 到它的item的collection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把这个 can character step on啊设置成no 意思是说这个角色不能够踩在这个物品上面 然后collection preset就是设置成custom就是我们啊 ignore全部的collection除了这个wall static和wall dynamics 就是说啊这个物品的模型基本上就是不会跟其他任何东西去啊 这样有那个collection除了跟那个场景之外 就是这里的wall static和wall dynamics其实就是场景 然后我们把这个设置好了之后就先为保存一下compile 然后到下面sphere这个这里我们也同样设置一下thecollection collection就是我们到这个collection preset这里去设置一下 设置成custom然后也是选择ignore or全部都啊忽略掉 然后除了它的pointpoint这个point就是啊其实就是我们的character 因为character就是一个point的一个子类啊一个计程计程之point的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不是block是overlap就是他跟 当我们角色走到上面的时候会触发一个overlap的事件 而我们的item的时候你可以回来itemitem就是block 意思是说这个物品掉到这个场景里面会被场景的模型啊啊什么的给挡住啊 不会掉到地板上就是我们初始要设置好的一些啊初始的值吧 然后我们就是到这个啊蓝图这里就是event graph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event graph有个begin play这个begin play其实就是说这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 你点开始的时候它会啊被调用一次我们需要去设置一个东西就是set physics simulation 就是set simulate physics就是设置这个模拟物理先把这个item的这个物理啊给去掉啊不是给去掉是给它去啊变成truth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实体的物品 就是在前方场景上的时候假如它一开始不是贴地的话它会掉下来啊啊就是模拟一下它的物理状态 然后它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要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角色去拾取起这一个啊物品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的物理给disable掉 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custom event然后再让我们角色去call那个custom event 但是呢这样他但是因为这个basicclass一个actor class 所以我们角色得到这个reference的时候还要把那个actor cast成这个pickup base 这样为了避免这个cast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interface的东西 我们走走到这个 像这里我已经创建了我可以重新创建一个 但是这有个pickup我们到这个pickup folder然后单击右键 然后下面有个blueprint blueprint interface我们创建一个blueprint interface就是蓝图interface 在这个blueprint interface里面我们把它命名成这个bpi source pickup 像我就喜欢叫bpi你可以选改成你任何喜欢的前缀来区分它是不是蓝图 那它是不是interface 像这个的话我们就把它把这个interface function改成disablephysics 或者叫setDisablephysics 这里我们就不需要输出输出了它直接触发这个事件就可以了 确定compile 然后我们再到我们的这个pickup base里面 在这个pickup啊在这个值取积累里面我们点这个class setting 里面右边有interface它现在让它这个basicclass去implement那个interface 选择bpi然后找到我们刚刚创建的那个interface叫做source pickup 它只要你选择了implement interface的时候 你你就可以在这里去接受这个interface出发的一些事件 刚才我们的那个事件叫做setDisablephysics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图标啊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图标啊 这个小图标其实就是interface函数所触发的事件 当这个setDisablephysics被call的时候 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上面这个setSimulatePhysics拄置过来 首先第一件事情把它的physics给取消掉 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你就想想啊 假如我们的角色捡到这个物品的时候 它是拿在手上不会掉下来的 在这时候如果有物理的话 它就会掉下来 所以要把它那个取消掉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setCollection enabled 就是把它的碰撞啊什么的都取消掉 这时候就不要不需要有碰撞了 因为已经拿起来了 就已经都disable掉了 我们把item这个取消掉 然后同时也把这个sphere的collision也取消掉 就是no collision 好这个这个完成之后 我们就看到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啊 我们去看点击这个sphere sphere像这个sphere collision 它下面会有这个collision event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用到 只用两个就是on begin overlap和on end overlap 就是开始overlap和结束overlap 像我们就会用这里的简单的话 就用一个开始overlap on begin overlap就是说 当玩家刚刚走到这个sphere 我们可以看的viewport 就是这个球 当玩家走到这里面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overlap 然后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当触发这个begin overlap一次一次 然后我们第一件事看什么 它这里有个otheractor 我们看这一个 我们要查这个actor 是不是我们的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 有一个函数就叫做actor has tag 我们通过检查它这个actor上面 有没有player这个tag 来确定它是不是playeractor 然后我们用这个条件分支 如果它是 如果它不是的话 就是什么都不做 如果它是的话 我们就去把自己的 把这个引用传给我们的playercharacter 那怎么传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在这个playercharacter上 创建一个custom event 然后让那个pick a base 那里call那custom event 但是那样的话 还是要把actor cast成这个character 这个socharacter这个类 所以为了避免cast的话 其实cast的话会有一些performance的影响 所以最好是避免cast 所以我们这里再创建一个 蓝图interface 点击右键到一个blueprint interface 这个蓝图interface就是我们给 谁创的呢 就是给我们的player创造的 把这个蓝图interface 重新命名为 qpi socharacter players 然后我们双击点开 然后加入一个这个interface function 叫setpickupinfo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一个pickup的reference 传给我们的 传进去 然后这个interface function 什么意思 就是它只定义了名字 函数的名字 输入和输出 那具体里面的逻辑呢 是你可以去implement它 就是你可以去 呃 实现不同的逻辑 它只是给你定义了这个接口而已 然后 它把这个接口就是 把这个pickup base传进来 pickup base 对这个pickup base 这个class referent给传进来 这就是它的 呃接口 然后定义了这个接口之后 我们要到这个角色 蓝图这里 然后在classsetting这里 我们找到这个interface 然后去implement它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启用这个 把这个interface套在上面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 角色蓝图也有了这样的接口 我们刚才创建的souls characters player这个interface 看一下有没有时间超了 呃然后 选择保存compile 这样的话你只要 如果你要implement interface的时候 你就会 呃有那个interface 里面的event 就是set pickup info 就是说它别的地方 如果call 就是别的地方call 这个interface function的时候 就会触发这个interface event 然后这里我们就会 接收它 然后因为我们刚才那边会查 这个角色是不是有那个play的tag 我们查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个tag 我们到class default 然后在这边 拉到最下面 没有 或者说直接在这里搜索 在这里 底条这里搜索 tag 你会找到一个tag里面 没有这个tag 我们就加一个tag 然后这一步比较重要 然后把这个tag命名为player p-l-a-y-e-r 它加了一个标签是player 好我们先这里先 不implement这个逻辑 我们跳回到刚才的这个pickup base这里 我们到这个pickup base 如果它这里 它如果跟某个东西overlap了 然后查到它的tag里面是player 然后我们确定它是 它是玩家角色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就去 call这个player的一个interface function 一个接口函数 就是setpickup info 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小信箱啊 其实它就是个interface那个function 它要把 它把我们这个pickup的引用给传进去 它pickup的引用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pickup base自己 所以我们单击右键搜索self 把自己给传过去 对我把自己交给你 就这个感觉 然后就点击确定compile 这时候我们这一个pickup base的里面的逻辑 基本上就是完成了 剩下要做一些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sphere 就是这个它的一个半径 就是让它那个直取的半径大一点 你就可以调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去打开这个角色蓝图 这个角色蓝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就有点长啊 视频有点长了 我在这里就简短做一下 我们假如它剪到过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print string 可以把它剪过来的东西的名字给print一下 toString 让它去这样 就是说我们看可不可以成功的去检测这个overlap 把这些都设置 设置好了之后 我们到这个 我们的 basic class 就是我们的机类 它实际上不 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我们之后所有可拾取的物品 都从这个机类里面 创建一个子类 就是啊 点击右键有create trialblueprint class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剪件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pick up sold 这个 然后我们再双击点开它 在这个item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study mesh 放进去 我们用哪个study mesh 所以我们像这里的话 我就用这一个攻击的 就是这个素材包里面自带一个键 然后我们copy一个过来 copy here 像你的话你可以选择任何键 copy完之后 你要双击点开 然后看看它有没有 物理 就是这个碰撞盒子 你可以在这里点击collection 然后simple collection 它什么都没有 它没有物理的 所以你要在这里去collection 点击一个add box collection 然后你就确定 然后你选择好了之后 到这个 把你刚才创建这个 所有的这个pick up 给移过来吧 move here 移过来之后 双击点开 然后在这个match item 就是这个item 就是它match 这里面study mesh 选择你刚才创建那个 键 记得是你刚才创建那个 有加了那个collection 加了那个 动作检测盒子的 那个键 就是这个 不然的话 它会直接穿模掉在地上 因为我们记得 因为我们这里collection 设置的时候 是它会有block 但是如果它这个match 就是这个模型 自己没有那个collection 的话 它还是会直接穿模 所以我们这样确定好了之后 啊 就可以尝试 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soul 拉到这个场景上 你看它就有了 然后我们去play一下 它就会掉在地上 然后也不会穿模 但是我们走过去 你看它就会把它的名字给 啊 给打印出来啊 所以就等于说 我们已经实现 成功实现了我们之前的所有逻辑 然后下一步就是让它 attach到那个玩家手上了 这个我们就下一期进行 再度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